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就是在街上写的那个不要乱扔垃圾的那个不要就是用的やめて这个词 就是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嘛 就是说容易瞬间让人想歪的一些那个日语 我就看下面评论都好玩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翻译一下看看 就写了好多什么各种的やめてやめて之类的 就特别有意思 然后还有人问我いくいく是什么意思呀 我觉得问这个词的人肯定这个小电影没少看呀是不是 然后最近呢我也看了一条新闻 这两个词都有是特别正经的日语词 因为前一阵呀日本的疫情不是升级了吗 美国就发了一条公告给他们国民说 你们不要到日本去 那这条新闻呢用日语写的就是 日本就是日本呀 我们常说的霓虹妹霓虹妹其实就是说的日本妹 就是这么来的 那这里说的いく就是去到日本呀到日本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我们跟着旅行团 比如说拍泰山吧 那导游小姐姐可能爬上去以后就会说 啊泰山到了到了后面的快点快点 大概就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いくいく呢也可以就是到了到了 但是你们非得说啊いくいく 那就到了到了 那就到了呗 然后后面的やめて就是不要的意思 我突然想起那个小沈瑶 他有一年春晚的时候不就是说嘛 大家给他鼓掌的时候 他就说不要不要听 听不要听 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 所以呢你想いく也好 やめて也好 都是可以写到新闻里的 那他真的是很正经很正经的词 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呢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啊也不用想的太多了 你想啊大街上都能说 让你不要乱扔垃圾 都可以写在公共场所的 所以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词 而就是别想多了 就是觉得这俩词放一起 竟然是条西门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还有这么多人对着这两个词这么关注 我就觉得不好玩 然后就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就这样啦 拜拜